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位就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国际法的专家彭明敏教授 彭明敏教授在28年前因为发表一篇台湾人自救宣言 非常具有先知性的见解而流亡海外将近30年 那么最近才能够回到台湾 那么受到台湾朝野非常英雄式的欢迎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他在百忙中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 那另外一位就是民进党的前秘书长 也就是今年年底台北市南区民进党所提名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张俊宏先生 那么张先生也是在70年代的时候 发表国事证言主张要开放党禁报禁 主张国会全面改选 因为这样跟国民党当局意见非常的相左 因此长期就投入民主运动 那么这一次他被民进党正式提名来竞选台北市南区的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想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讨论关于台湾的危机转机这个问题 我想也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就首先来请教彭明敏教授 那么彭教授你回国以后在公开的场合都不断地在提醒 说台湾目前最大的危机是关于认同台湾的这个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更具体的来说明一下你所指的是什么 这一点但是我在回来以后说我在国外二十多年一直在公开说 现在最大的台湾的问题之一 就是这个政府本身不认同台湾 就是不把建设台湾做这个政府的政治的最高的目标 相反的焊出一些这个没有人能够相信的我们叫做新法 比如说国际反共大陆或者现在说统一中国 把这些跟台湾没有直接关系的目标作为国家的目标 所以台湾变成这些台湾以外的目标的一个工具 要达到台湾以外的目标的一个工具或者手段 但是这一种政策这一种出发点就是对过去几十年 对我们台湾的将来有关的基本政策 对我们的国民心理对我们的社会论理对我们的正常的政治生活 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因为这一种政策 第二个结果就是人民本身不认同政府 人民也认为这个政府不仅仅关心台湾本身的台湾18年的大计 没有这个政府的政策 所以政府不认同台湾 台湾人民不认同政府 这个我想是整个我们社会的基本问题来源 是 真感谢佩教授 佩教授这个看法差不多是跟一个半年前的看法非常一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这个政策 你关于佩教授所提出的这个目前台湾最大的危机 就是台湾政策的这个问题 你作为一个实体中心的政治工作的专业者 你认为有什么骨折的办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佩教授是我国际华的老师 是我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我非常配合我老师的这个宣言 将近三十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 一中一台目的就是为家共台湾人 中国的台湾人民对台湾的政策 这个问题我们比新加坡更严重 李公辽的这个会议录里面 李公辽的这个新加坡最大的问题是 人民对新加坡没有政策 但是新加坡有一个通地改善 是真凶的这个政策意识 但是台湾跟这个完全相反 台湾的通地这么四十年来 一直都没有政策 一直都没有政策 台湾的 而且我还想说台湾自既本身没主权 台湾这间房子这是为中建庭 因为为中建庭有另外一个处租 这个处租就是一个中国 所以就像中华相当的 随随着都可以来处理 可以给你短水 可以给你断高 这是台湾最严重的这个问题 要怎么改划 我是因为说 要促进我们中国的两千万人 对台湾的健康的严重意识 必须要对公平的参与制度开始 建立一个公平的参与制度 使得人民可以立即逃过的参与 来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 不管说台湾人外省人 客人三地人 当时逃过的参与 当时公平的参与制度 逃了 他逃过的人民 可以在到他的食权 在到他的政策 他来尽动台湾 他不用去英雄外力 来建立他的生死 免去英雄外力 来建立他的严重 当时台湾人民 可以立得他的严重 他可以切断到外来的关系 而且他说 当时公平的参与失败 坚本外力 没办法 成功 可以拥抱人民 失败 外力也没办法 所以用透过建权的民主政治的 一个制度的建立 来促 让2000万 明昏香港台湾人 香港台湾人 香港台湾人 平和教授 你这样听中生的看法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完全 董甘 刚刚中生的社会 提到新加坡的事 我记得 195年 新加坡独立的时候 董学总理 第一代总理李光耀 怎么说 他提出三点出来 说第一 大家要买几个对不对来 忘记从哪里来 第二 一心一意向新加坡 那么第三 就是跟政府合作 因为当时政府 因为新加坡很多 马来西亚或者中国来 所以他要求新加坡的过敏市民说 大家忘记从哪里来的 第二 一心一意向新加坡 第三 因为政府认同新加坡 所以可以说 我们大家来建设新加坡 这个话我想 值得参考 是 感谢 所以说刚才 正在中生的说法就是说 参计是 给国民党的国家 赞来人当台湾的 一个较好的方法 较好的方法 所以没多久以前 我看到副作 电视 因为去国民党的中央当部 去给博育 停机累倒 人当台湾 我如果看到那个牌子说 要求总统在选 要求何北春兰来参选 像这种 这个交付 这个被报导 是不是跟你刚才说的问题 可以联绍会 关于这个 你是不是能够表现一个看法 我们很欢迎 李庆华 关中 投入这场选举 那么也非常欢迎 王健宣 赵少康 投入这场选战 但是这个认同都不彻底 我们根本的问题 要解决今天国民党的内斗 甚至于这个内斗 可能影响到整个台湾的安危 要怎么解决 我们希望 郝博春 希望李登辉 李总统跟新政院长 都投入这场选举 今天李登辉 不能够整合他内部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民意的技术 没有经过民选的总统 建立民选的总统 我相信李总统 今天他的处境不会这样的难看 今天郝博春 你既然主张内阁制 内阁制就要接受选民的考验了 为什么你不参加这场的立法委员选举 大家没话讲 李登辉参加选举 李焕参加选举 邱昌焕参加选举 没有民意基础的人 勇敢地接受民意的考验 公平的选举底下 你一旦得到你的席次 得到你的政权 你不需要去引清兵入关 你一旦失败 清兵也不会理会你 这是认同台湾最彻底的方法 非常谢谢 彭教授刚才用新加坡做例子 我觉得新加坡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客戏 一个这样随国家 向前也都是发人 新加坡政府也领导改善 因为很专业的任党 对新加坡很专业的任党 所以如果我们退回到评教授 回国回来后再三佛业 再来进党台湾 等于说叫国民党政府 郭改善的这些政权 可以带带带带来进党台湾 来建设台湾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稍后有一个较少认定的问题 说彭教授回来 你国外还是回来后 你自己都认为 你比较适合做学术的研究 你在学术上 国际上也很跟你倾听 你一个国际上 真的出名的国际法的专家 但是这年久来 很多人都自己当作是一个政治人物 因为你是一个政治家 因为你当技术科的台湾建讨的问题 可以说是一个很出色的政治所向家 甚至是一个政治家 对于专业的学者 和政治家中间你自己怎么定位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有时一个人要怎么过来 怎么带这种飘试 不一定可以真正做公开 所以我只能说 我是特政治 特法律的一个 来研究政治的人 当时我是非常关心爱台湾 关心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将来的一个人 所以我愿意用我 所集中的政治法律方便的地色来促进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发电 我是可以这样说的 是不是可以再清告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台湾有很多人 很普遍 就是说台湾政客很多 都可以做秀 啊 算计的是都很包装 他是政议的 譬如说 中间酸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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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街上 都跟我们那个政治的发心 但是有这么多 跟这个 这些 那些 这些人政客 他过去 去世 所以在这些 可能 很多人想要知道 政客跟政治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 要做一个专业的 这个 政治的 这个 这个 学者的立东 是不是可以带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定理 做一个表层来的分别 这 不是说 这个 这个 政客的定理 不可可以这样观察 就是說政治家就是有這個萬代人工 對一所國務的社會的將來對這個很大 還有看這個國際觀點來考慮到底 什麼是這個社會的利益 什麼是這個社會應該達到的 目標對比較真誠的 忠誠的 遠誠的 有這種不是為了加基的出名 不是為了加基的官力 不是為了加基的地位 就是為了整個社會 目前將來的中級的利益來接受 還有這個來作用的看法 因法利益在這個國民當中 因法利益 因法靈感 因法一個國家 讓整個國民要達到一個好意識的夢 這是我認為整體家應該做的 如果做這種事情 我認為我認為是可以看作政治家 所以政客 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有這種人工 不是有這種萬代的理想 就是為了加基的保持加基的利益 或是要控制加基的管力 要操縱 要用各種傳述 來達到自己的一種 一個個人的政治有望 當然 表明上可能會說 好聽要靠佛 好聽要為 但是基本上它的真正的目的 不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真正的利益 這我看人民看得出來 這是我的看法 是 是 感謝 所以平教授的看法就是 一個政治家就是一個 我們大家說 一個比較開閨的國際觀點 是當時為了人民 為了社會在打拼 不是為了個人在打拼 那根據這個標準 因為鄭春朗先生 你也是你的學生 等級來他在台灣的鄉書 這麼久的這個政治工作 用你的標準來看 鄭春朗先生是不是富豪 你所說的這個政治家的標準 當時我不是太久 因為我在海外 有看他的杜作 看他的人倫 我在這裡 雖然是他的頭前 我不是在這裡頭上說 我知道過去在海外的國 就是可以對台灣的這個政治 所提出的理論 所提出的看法 這不但是我本人 就是海外的鄉親 就是非常欣賞 所以我完全認為鄭春朗先生是一個台灣很難得的政治家 像我所知就是台灣頭和台灣外 很多關心政治的人 也對你有很大的期待 你面對平民民教授 你的老師和很多人對你的這麼大的期待 你對自己的將來有什麼機會嗎 你這次的專輯如果能有機會就要立法院 你認為你可以替我們台灣人民做什麼樣的事情 準備要怎麼做 非常感謝鄭老師的鼓勵 這是一種期待 我很願意跟紀念讀政治 中心 中事政治 不要做第二項的這個行業 我一定會用這個目標來打拼 二十幾年來我確實是製作了很多政論 但是真安慰就是說過期的政論 今天差不多大部分 一一都變成全民的共識 今天剛才平革首已經拿出來 我們今天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地本的問題已經拿出來 就是台灣的任党問題 這是地本 將來鄭春朗先生這次的選舉 這次的選舉可以成功立法院 我繼續來推動台灣的任党運動 不然專民可以來任党台灣 我相信人民任党台灣 這幾年的那種真正共識已經起來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通地價不任党台灣 我們經過兩千萬人民的任党醫生 一定要百貨通地價 必須要任党台灣 現在在立法院要創立一個制度 真真正的憲情 民主的制度 用制度法來輸到載條載亞 大家在民主政治的體制下 經過選舉的方式來任党台灣 這三四十年來台灣的這個消費運動 最成功的部分也是透過選舉來做消費運動 我真想說真正能夠入立法院 這是日本的方便 一定要繼續來發明 經過編高校的這個方向 其實跟真實的這個方向 我可以保證就是說 我絕對沒有要包工廠 絕對沒有要去帽袋 這組國民黨已經金款政敵到黑款政敵 這樣是腐敗的東西 不是說自己沒有要到錢 現在要聯合建國的總團 運用建國的總團的力量 包括說政策國民黨裡面的改革的勢力 共同有良心的這個台灣人的民意代表 共同來反對金款 反對這個腐敗的政敵 但是如果這部分結束了腐敗 我是認為台灣是非常危險 沒有亡於外力 也會亡於內部的腐敗 所以這部分我相信我們全民的力量 加上能夠激起立法院的乾淨的力量 清新乾淨的力量回來做一個黑頓 有很大的酸嫖來做一個黑頓 我相信這個目標一定能夠達成才對 謝謝 感謝這個長先生剛才說的意見 質地有身 尤其是這樣跟我們這麼大聲擊敷 說台灣的問題 如果沒有改革 剛才說的問題如果沒有改革 不亡於外力也會亡於腐敗 這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警示的忠聲 很大的我們大家來注意、來關心 今天我們要有很多年輕的學生、貴賓來現場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問題要把兩位請教 所以我們後面的30分鐘 我們來開放青年的大學生 跟我們一些貴賓來把兩位提出問題好不好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 剛才我們已經聽到了彭明銘教授 跟張詠先生的很多寶貴的意見 相信各位心裡面還有很多的疑問 想要提出來向兩位請教 我們現在請各位不必客氣 趕快把你們的問題提出來好不好 來看各位有什麼問題 這位同學 我是台大政治系的學生 我想請教張先生一個問題 為什麼民進黨不認同中華民國 而堅持要把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 幾乎我每到每一個場合裡面都會問我的問題 其實民進黨並不反對中華民國 民進黨是希望這個國號由全民來做公爵 那麼中華民國這個標籤事實上也並不重要 改不改不重要 但是今天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今天中華民國中共不接受 中共不接受的結果抵全世界國家抵制的結果 我們也沒辦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進入國際社會 我們變成國際孤兒 是因為中華民國這個名稱 國際上不接受 中共也在那裡做梗 所以使得我們今天40年的外交整個孤立 全世界願意接受台灣 但是台灣的統治者不願意認同台灣 這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我還願意提醒之為 民進黨確實比國民黨思考的更深更廣更遠 已經早就有人提出來了 希望大家重視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 萬一我們不改國號 可以 但是中共改國號改成中華民國 你們怎麼辦 他不必動兵 也不必用潛水艇 也不必用難民 就簡單的改國號為中華民國 就可以達成對台灣的統一 您怎麼辦 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一種危機 所以民進黨不敢用中華民國 不是說為反對而反對 不是故意要找政府的炸 國民黨政府以及2000萬的共同體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危機怎麼辦 民進黨先考慮到了 所以不敢用中華民國的原因 就是這些危機 但是台灣沒有這個問題 中共如果改國號就是台灣 我們非常歡迎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 是只有在台灣國內可以用 在國際上沒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老早死亡了 在國際上沒有中華民國這種民進 這個政府本身在國際上也不敢用 不能用中華民國 就用中文在國內用而已 而且中華民國 我也不贊成技術用的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中華民國的行業 就是說這個政府代表所有的大陸 包括外蒙古等等 這個是這個行業在裡面 這個行業是防灘的 所以我們要主張 這是要認同台灣的話 就是要找出一個民政 表示這個政府是台灣澎湖 這個地區的政府 哪一個民政我沒有特別的強健 只是說不能用中華民國 謝謝兩位的這個回答 滿滿意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問題 這位後面這位男同學 我也是台大政治系的學生 那在座在座彭先生 跟張先生都是我們政治系的師長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像現在那個 我想先請教彭教授 就最近我們很多政治系的學生 很希望彭教授能回來 政治系開個特別的講座 不知道彭先生的意願怎麼樣 那從這個活動 我們很多同學也都發現說 現在的政治很保守 大家都是做任務的 政治系是一個培養政治人才 和學術人才的地方 不知道兩位政治系的師長 對政治系目前這種後退退步的情況 有什麼看法 第一點 你剛才說我願不願回去台大 我一輩子都是在大學教師 我最希望教師任何地方 在美國是教師 所以教師本身我是很有興趣 據這個台大是不是 第一個問題是願意不願意 叫我回去教 這個是他們的問題 這個事情假設具體化的時候 我在表示意見 現在這個事情 在大家這樣假定之下 我還不太方便講 願意不願意回去 第二就是你剛才說 正在那裡比較保守這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我確實在國外 我沒有注意到 這一方面的消息我沒有 那麼我就 我回去台大演講的時候 人家說沒有一個正直系的教師出來聽 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對這個台大的政治系 是不是現在保守國家怎麼樣 我沒有什麼意見可以說 因為我不太清楚 在場的就我所知道有不少政治系 所以應該政治系不至於那麼保守 我個人來說 我研究所畢業 第一個志願就是希望在學校留下來當講師 當時彭老師是當所主任 但是很可惜 沒有多久 彭教授台灣自救宣言就出了事情 那麼我自己也沒辦法在台大留下來 那麼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是非常想望能夠回到台大 即使從講師幹起我都很願意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我沒有這個機會 非常謝謝兩位的答覆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這位 黃先生 您教授 國民黨說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是國際法的大學生 你認為這個基準有什麼法律的問題 或者是政治的問題嗎 法律上剛才說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 對 中華民國沒有存在 所以剛才我說 政府本身要參加國際組織的事 這樣有中華民國 這樣有用 也沒用 只是對國來 國民說 用中文說中華民國是一意 中國反應做中華民國 那是怎樣 所以這是文字的遊戲 剛才 你剛才說 我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意思 最多是文字的遊戲 國民黨的官員出國 離開土昂基頂沒有人敢說中國 都一次 土昂基頂後才跟我們說他是中國 他要夾中共 夾中共以治台 過去40年夾中共以治台 這個大陸開洪之後 夾中共以嚇唬台灣人 現在不然 現在兵馬俑 兵馬俑你又去請來 秦朝是統一六國的 所謂暴君 這些兵馬俑就是秦朝統一六國的象徵的東西 在兵馬俑對仔dire方都出來了 現在他已經在他的鸚鵡店了 他的鸚鵡店典月 點月著計了 要上來台灣 他不需要用人品上去全世界 獨特地上去 然後想要到台湾 象徵著什麼意義 秦朝已經從坟墓裡面挖出來 想要再統一中國了 三人在做這件事 他不是在夾中共以治台 他是夾中共以嚇唬台灣人 他現在已經動用兵馬 要到台灣來了 這是一種進一步 要賣台的這種行動 這我們不關心不可以 我可以補充一下 剛才你說 你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這種話的根本 你去國際講話出去 這真的莫名其妙的一種話 你對世界上的國際社會的人說 這怎麼說呢 還有一件事我說 政府幾十年來 還是幾年來說共調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就要問 你是指哪一個中國 你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不是指中共那個中國 也不能夠指台灣這個中國 全世界沒有人認為這個台灣 你說中國的就是指中共 所以一個政府說 如果這個土地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個中國根本不存在的 它的那個空向 空向夢想中存在 也不指這個 不是指人民共和國 也不能指台灣 用那個 所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哪一種中國 根本不存在的 在抽象的 在這個方向裡面的一個中國 一個政府一個國家 能不能用國家政策 建立在這一種 現實上沒有的 一個一個東西 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哪一個中國的 一個政府 可以把國家的基本 建立在這一種 這個抽象 不存在的 一個基礎項嗎 謝謝 謝謝 中先生和提交市委的這個 說明 還有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請問張先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知道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一言一行 對於社會大眾 都有很大的領導的力量 那以張先生 您這麼一位出色的 政治家的立場來說 您對於認同台灣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張先生這次的選戰的政策 主要訴求是什麼 而您的訴求跟認同台灣 這有沒有什麼關聯性 剛剛已經說了 初步 說我們比較具體的方法 認同台灣 因為我們從歐共 所得到的這個啟示 歐共早期也是國際共黨 他們把縣都搭上了這個 莫斯科 但是他們建立了 這些西歐的國家 建立了民主的體制之後 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 讓大家願意 而且敢投入這種選舉 從選舉 認同他的人民 取得他的席次 取得政權 之後 他發現他取得政權 不需要依賴莫斯科 不需要依賴國際共黨 他依賴人民 認同人民可以得到他席次 政黨可以得到政權的時候 他自然切斷了外來的關係 那麼在公平的競爭規則裡面 你失敗了 你鼻子摸了 回家睡覺 你下次再來 而且還有機會 你選舉失敗了 你國際的力量也不可能 西歸挖大兵 你選別屌 何必投資你身上 也斷掉你的關係 所以這是現代人家在認同的這種 就用憲政體制 民主的這種憲政體制 來使得政治人物 跟人民結合在一起 認同他們的鄉土 這種最具體的方法 那麼今天我們很不幸的就是 到現在解嚴了之後 我們沒有建立這種體制 就是表面的民主 但是國民黨仍然是最大的地主 國民黨仍然是全國最大的財團 國民黨是操控了整個媒體的這種老闆 報社老闆 電視老闆 國民黨操控了11兆 就是這種國營事業 黨營事業跟省營事業 他選舉裡面 仍然是在不公平的競爭規則 他用金權 他用做票買票可以對付你 那麼我們在很夹縫裡面的選舉 所以使得很多人不願意投入選舉 要體制外的革命 就是因為你選舉規則不公平 只要我們建立這種公平的選舉規則 我相信大家會逐步的 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 不管是王建宣或者郝伯村 你自己在你手上 你應該趕快建立公平的競爭規則 但是8兆2000億不是用來建立民主體制 是用這個東西來買票 維護你的政權 腐敗你的這種政府 都是反其道而行 這麼一個不認同台灣的 而且反其道道行逆施的 過去用來批評共產黨的那一套術語 這麼一個政權 這一次的選舉 第一次全面改選 台灣人民必須要用選票來否決他 選票來否決他 鼓勵一些願意認同台灣的人 包括他是外省人 你讓他當選 只要他願意宣誓對台灣的認同 你讓他當選 我相信這樣可以鼓勵更多 不願意認同台灣 認同到兵馬俑 和認同北京的人 重新找到他真正應該認同的地方 這個對張先生這樣的答覆 滿意嗎 你還有 非常滿意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要請講 來 我想大家都有這個疑慮 說當然國民黨很腐敗 可是請問一下民進黨有執政能力嗎 這個問題請教彭教授還是請教張先生 張先生 張先生 我想這個問題等一下彭老師會有更好的註解 我想答覆你以後再說 任何統計在過去也想自民地政府在統治自民地人民的時候 強強自民地人民說我們要自治 我們要自己來管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說法就是說你們沒有能力 你們沒有這個能力統治 所以我不得不替你們來統治了 這個是一傳統的一個方法 所以現在我想一種說法 就是說民進黨怎麼有能力呢 這個第一個 這一種說法過去印度要獨立的時候 英國說你們印度沒有辦法 我們不得不來管理你們 埃及要獨立的時候 英國就說你們沒有能力了 所以這個是你要了解 這一種說法 就是統治解析 要保持他們的這個統治傳統的一個傳統的典型的說法 要一些人被他們這樣算出來 第二 就我的觀察 觀察 民進黨裡面人在多得很 這個絕對人在方面 我想一點都怕不怕 這個沒有人在 第三點 您不要誤會 一個政黨處的政權以後 不是說從總統到看母的全部都要用 這個政黨的民進黨的黨員 不是這樣的 那個是政策 根據民進黨的政綱政策來決定以後 其他要提醒都要找人才 包括在野的 包括選舉 包括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人都要用 不是說民進黨一致政 只有民進黨黨員可以做公務員 沒有這個事情 我們有公務員的制度 專家 學姐 都可以 應該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不要誤會 一個政黨 美國也是這樣 民主黨 這個現在民主黨之政以後 不是說全部都換 一個已經建立起來的公務員 公務員制度在那裡 當然那個地方有好的壞的要淘汰 不過所以呢 這個現在每一個國家都是用專裁 什麼事情要用哪一種專裁 哪一種要用同裁 這個都一定的這個自提醒在那邊 所以這一點 這一點呢 我想明天這個民進黨就這樣 我也非常放心 一點都不擔憂什麼民進黨 是不扣人才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想 是 鄭先生 鄭先生是不是也補充一下 我幾乎所有的觀點都是贊同彭老師 也延續彭教授的這個理論下來 他是我的老師 我非常崇拜他 但是有一項觀點我幾乎跟他相反 那麼民進黨沒有能力 我確實承認 但是呢 他是沒有監督反對的能力 在這方面民進黨並不傑出 我倒是想提醒諸位 我們一直忘掉了最傑出的監督反對的政黨 是中國國民黨 民進黨不能扮演強而有力的反對黨 最重要的原因因為民進黨 不要貪污 你不會貪污的政黨 你沒辦法進職去監督 但是我們忘掉了 40年來 甚至於人類史上最貪污的政權 是中國國民黨 最腐敗的 他當執政我們很可怕 但是他一旦讓他當反對黨 他絕對會做一個非常有效的反對黨 因為有一個貪污內行的政黨 在他監督底下 行為貪污為狼 絕對不可能春火 被挖了 所以這部分我很贊同彭教授 那麼民進黨讓他執政 他應該不會貪污 再加上他有一個非常懂的貪污 很內行貪污的政黨來監督他 我們人民有福了 我們人民可以擁有一個最乾淨的政權 最乾淨的社會來執政 大家千萬不要忽略國民黨的功能 所以有不好的保守 國民黨都了解了 所以讓他來感動一定很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關於這個問題 有嗎 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您好 我是台大的學生 想請問張先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最近有人說 民進黨中央都是具有法政背景的人所控制 民進黨缺乏長遠的文化政策 您身為民進黨的前秘署長 以及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對於最近有什麼看法 謝謝 今天我在市立圖書館也有一個人提出來質問說 今天我們這個國家這樣亂 就是因為法政的人造亂 所以一種不是反傷情節 而是反法政情節 那麼我沒有來得及答复 到今天可以答复 恐怕我們今天的亂源在於法政的人 我們到現在沒辦法出頭 法政的人在反對黨 多數是 我們沒錯 但是法政的人沒有在執政黨 是不是 李總統不是念法政 我們哪有什麼法政造成亂 好不存不是念法政 是不是 而今天我們真正的權力核心在他們兩個 兩個都不是法政 再看過去 四十年 蔣介石是念士官學校的 蔣經國是念特務的 哪裡有法政 恐怕我們就是因為沒有法政的人在掌政 才造成今天的問題 而不是法政帶來的問題 那麼民進黨今天是法政 但是法政它是反對黨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執政者是法政人才的話 受過專業訓練 我想會更好 而不是更壞 就是說法政人才很突出很多 但是在文化方面 似乎民進黨沒有提出一個 包括文化和教育 這個高等會員 但是後來的確定 향底 如果要不定 現在自己在議案子 我們要求在議案子 根本無論點 现在是企业大逃亡了 我们谈什么文化 谈什么教育 今天我们国家的认同问题没有解决 国家的宪政体制没有解决 我们谈捷运 谈社会福利 这些都没有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原因 40年蒋家的统治始终没有给我们这个地基 弄得我们现在才要在建立这个地基 很多人说教育问题 没有错 教育问题今天整个教育操控在国民党手上 司法问题 司法整理国民党的器械 奴仆 这都由于宪政没有建立根据 你教育整个为国民党党竿所控制 就是你这个地基没有建立 我们去谈文化 谈这个就没有根 我们不是不重视这个东西 是你的顺位 我们需要先在这里面砸根 我们才来做这些东西 才有根据 根据刚才两位政治家跟学者的看法 就是说台湾的最大的危机是在认同的问题 特别是在关于国民党的高阶层 对台湾的认同不够 那么他们所提出来的解决的方法 就是台湾的转机就是根据张先生的讲法 是鼓励国民党的高阶层的人来参与选举 所以总统要直选 那么豪博春主张这个内阁制 那么你豪博春也应该来参与选举 透过选举来由人民来检验 同时也透过选举 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宪政的体制能够确立 能够建立更公平的竞争游戏的规则 那么特别彭明敏教授特别提醒 就是说一个中国的政策 其实他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讲法说 他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理解 就是说他们希望台湾的统治阶级 能够认同台湾的问题 是公开的承认他们自权所及的地方 是没有达到中国外蒙古 而只达到目前它的统侠的范围 就是台湾 彭扶 金门 马祖 然后沉沉恳恳的在这个土地上来耕耘 来一起来建立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么我们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来临 最后也谢谢彭明敏教授在摆栏中接受我们的邀请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